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独家报道 据南华早报获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周访问深圳 以监督纪念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而根据一位接近北京的消息人士透露 习近平预计将会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还有他的澳门同行 后者也将出席在边境附近的活动 仪式暂定于周四举行 而习近平最早可能在周二抵达广东 我们得到的最新指令是在周一前做好一切准备 另一位大陆内部人士这样表示 预计习近平将重申北京对改革开放的承诺 并在与美国持续紧张关系中进一步规划 所谓中国硅谷的发展方向 而根据接近北京的消息人士表示 预计香港的商界和政界精英也将出席 习近平与林郑月娥上一次见面是在十二月 当时在经历了一年香港反政府抗议活动后 他前往首都发表有关于香港的年度报告 而当时习近平充分肯定了林郑的工作 分析人士表示两人是否单独会面还有待观察 但这种会谈将发出一个信号 也就是这座城市仍然与其邻国未来有关 过去一年香港在多种挑战中挣扎 包括社会动荡国家安全法以及与疫情的持续战斗 而习近平的南方之行是在十月二十六日 在北京开始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大概两周前进行的 此次会议上中国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五年计划蓝图 将得到数百名党内精英成员认可 他还将阐明香港和澳门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预计林郑月娥本周会很忙 他周三会发表第四份施政报告 而次日会出席立法会的答问会 深圳在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六日被指定为经济特区 这是已故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努力向世界展示开放的一部分 距离动荡的文革结束近两年 而习近平上一次访问深圳是在二零一八年十月 并强调改革开放进程将继续下去 根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 他此次访问深圳还将视察深圳展示自己作为社会主义模范城市的计划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外交有关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长表示中国无意争夺世界领导权 而现在北京正在以加强魅力攻势 以赢得东南亚邻国的支持 王毅此行是在菲律宾同行洛克欣访问期间所发表言论的 并表示两国应该是永远的好朋友 在没有点名美国的情况下 王毅说中国并没有试图超越其他国家 他表示我们没有与其他国家争夺领导权的意图 而是想集中精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中国寻求与西方传统强国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王毅说我们的发展权力不应该被其他力量剥夺 也不应该被其他力量破坏 而王毅还利用周六在西南省份云南举行的会议表示 双方应该继续解决长期以来在南海的领土争端 这正是中美之间竞争的潜在热点 王毅表示在过去四年里 双方在正确处理南海问题上取得了有益的经验 应该继续坚持对话妥善处理分歧 搁置争议以免影响双方关系融洽 王毅表示北京希望看到东南亚国家联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并提出与菲律宾就商定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行合作 中国在南海的广泛主张受到包括菲律宾 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在内的一些东盟成员国的争议 两国外长会晤政治北京在东南亚地区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 现在北京在与美国的持续紧张关系中 已将东南亚视为日益重要的地区 在周五王毅在腾冲还会见了印尼特使 双方承诺加强联系打击疫情 还将访问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泰国 并在新加坡有所过境 而对此菲律军方面表示 期待与中国合作开展有关疫苗项目 并将根据二零一八年习近平访问菲律宾期间 所签订的谅解备忘录 来支持联合的邮寄勘探项目 现在不管是北京还是华盛顿都加大了向菲律宾示好的态度 承诺向这个仍在与疫情斗争的国家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援助 而杜特尔特曾经公开承诺优先从中国和俄罗斯来购买疫苗 但是上个月他援引海亚仲裁法院的一项裁决 驳毁了中国在南海的大部分主张 此前他一直淡化这一裁决 而最新的举动让北京感到失望 上个月菲律宾方面还表示 马尼拉不会遵循北京的政策 不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实力进入争议海域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台湾有关的消息 根据在十月十一日新闻联播的报道 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了数百起台湾间谍案 根据来自央视新闻联播的说法 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实施了迅雷二0二0专项行动 依法打击台湾间谍情报机关的渗透破坏行动 破获数百起间谍窃密案件 并且抓获了一批台湾间谍以及运用人员 打掉了台湾间谍情报机关 针对大陆部件的间谍情报网络 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利益 但是新闻联播的有关报道中并没有给出更多的情况 普遍认为这是在台海局势升级的情况下 中方所出动的又一轮新的升级性举动 目前还没有来自美国和台湾的更多官方回应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经济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 在川普政府时期尽管采取了将两个经济体脱钩的举措 但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集团公司数量增长 超过了前任奥巴马政府时期 根据研究公司的数据 自从川普总统前四年来就任总统以来 已经有一百零二家中国企业在纽约的证券交易所 还有纳斯达克上市募集资金超过二百五十五亿美元 这几乎等于奥巴马在任八年期间 中国企业在美国举行一百零五次首次公开募股 一共筹集四百一十亿美元 这部分得益于二零一四年电子商务集团阿里巴巴二百五十亿美元的大手笔上市 而现在川普总统表示 如果在华尔街交易的中国公司不向美国的监管机构提供全面的审计报告 就会被除名 而这种做法却是北京所禁止的 在纽约上市的中国集团也一直是丑闻的漩涡核心 比如此前瑞幸咖啡在承认捏造了数亿美元的销售额后 被纳斯达克摘牌 尽管如此 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截至十月初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数量 在过去一年增加了四分之一以上 达到了近二百二十家 委员会表示同期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市值 几乎翻了一倍 达到了二点二兆 投资者表示美国资本市场继续提供更好的分析覆盖率 尤其是科技公司以及更深厚的流动性和更高的交易量 华尔街中国上市公司的猪状图显示 现在中国企业对于美国总统川普的退市威胁仍然感到不以为然 中国企业不但更频繁地开拓美国市场 还在筹集更多资金 过去四年平均筹了二点五亿美元 超过了奥巴马时期的平均一点五四亿美元 这还不包括二零一四年阿里巴巴的IPO大手笔 而分析表示平均IPO规模的增长应该归因于近年来亚洲私募股权 还有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 这意味着中国集团现在从公开市场寻求现金之前要等待更长时间 而川普政府的退市政策是推动美国部分经济与中国脱钩的更广泛举措的一部分 川普总统曾经指责北京操纵货币 并指责北京对疫情的全球传播负有责任 分析师表示中国在美国上市数量是否继续加速 有可能取决于下个月的选举结果 投资银行的分析师表示 如果川普总统再获得四年任期 可能会有更多来自中国的企业退市 但是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胜利 可能意味着美国减轻对企业的压力 如果拜登获释 中国当局将更愿意与美国的监管机构合作 特别是在审计报告方面 现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已经陷入了僵局 有一些大公司已经在香港进行二次对冲上市 包括阿里巴巴京东还有网易 在内的电子商务集团 已经在香港融资数十亿美元 分析人士表示香港在各方面没有办法与华尔街相比 前者不允许公司加权股票权 允许公司持有额外股票权的股票 这一些被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初创企业所使用 而专家表示如果香港交易所不修改其限制 所有这些拥有公司加权股票权的独角兽 将不得不选择美国而不是香港 而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与印度边境有关的消息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中国在印度北部边境部署了数万名士兵 这进一步表明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的致命的军事对峙 仍然没有冷却 蓬佩奥是在周六晚些时候在福克斯新闻上进行这样表态的 他们说印度人在北部边境上看到了六万名中国士兵 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记录稿 蓬佩奥表示印度澳大利亚日本这三个印太地区的主要民主国家 与美国一起组成所谓四国同盟 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蓬佩奥还继续批评了中国应对大流行的措施 以及电信基础设施 并表示中国窃取知识产权 蓬佩奥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发誓要认真对待来自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我们不会再允许他们无成本的到处乱跑 并且进行活动 并将他们对未来的愿景强加给西方 此前蓬佩奥上周在东京举行了第二次四国部长级会议 在会议上蓬佩奥呼吁其他与会者团结起来反对来自中国的胁迫 川普政府在从贸易政策到许多议题上都对北京提出了批评 而印度则对中国在南亚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越来越感到警惕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 这是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十一日 现在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 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关注到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孔子学院有关的关系 的一条消息 根据中国多家媒体报道 一位中国孔子学院的院长在美国遭到FBI和当地警方调查过程中出现了死亡情况 根据消息 现在所在孔子学院学校已经用邮件的形式通报了 该校的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刘强 在接受FBI和当地警方时死亡的消息 这一封邮件写道 我们写信回应有关于刘强去世的新闻报道 刘强自从二零一九年一月起担任孔子学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代表 而警方在十月七日星期三通知学校刘某死亡 在星期五晚上圣路易斯邮报报道表示 刘强的死亡发生在警方搜查他的公寓之后 这是儿童色情案调查的一部分 学校没有证据或者是理由相信所调查的报道 或者是刘先生的死亡与学校的孔子学院与关 或与学校的其他有普遍关联情况 尽管如此 学校将进行调查 以确定是否有任何证据证明与此件事情有关的学校社区成员遭到伤害 学校对刘先生去世的消息以及周五晚些时候有关于刘先生的新闻报道感到难过 但是随着事情的发展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支持大学社区成员 而此前圣路易斯县当地媒体就有报道 刘强在警察和联邦调查局搜查他的住所后突然死亡 在学校网站上可以看到刘强被列为学校董事会的成员 而大学的网站截至现在还提到了他在学校所担任的职务 北京的大学官员没有在周五立即回应相关请求 而在周二晚上在对儿童色情案调查 圣路易斯县警察和联邦调查局 在韦伯斯特格罗夫斯大道7900街区的公寓内进行了搜查 本格兰达警员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 韦伯斯特格罗夫斯警方没有在周五回复有关请求 根据公开资料 刘强是博士是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副教授 同时是硕士生导师 他主要研究的领域包括理论语言学英语教学 还有对外汉语教学等 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曾经发表过十余篇学术论文 现在有关于案情的更多细节还没有披露 比如说有关于刘强的儿童色情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导致刘强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而近年来孔子学院在全球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美国方面认为孔子学院从事间谍活动和对外宣传活动 美国国务卿此前已经要求美国的孔子学院要在二0二0年底全部关闭 而这样的案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一些网民的愤怒 有人说这是美国警察致使中国公民死亡的严重外交事故 同时要求美国警方公开细节给中国人民交代 也有人质疑是否存在警察暴力滥用职权的行为 但是截至目前有关于案情的更多细节仍不清楚 尚无法轻易定性案情的情况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现在中国国家媒体突然爆出的 有关于百味台湾间谍的有关情况 根据来自台湾媒体的报道 现在中国方面对于台湾的威胁不断加强 而蔡英文总统在昨天双十国庆演讲向中国喊话 在符合对等尊严的情况下愿意促成有意义的对话 但是中国官媒央视今晚却在黄金时段焦点访谈节目揭露 中国的国安机构要进行训为二0二0专项行动 已经破获了数百起台湾间谍窃密案 其中被失踪超过一年多的屏东人李孟居首度在荧光瓶前穿着二八二号球衣自白道歉 说他向祖国致歉过去做了很多不好的措施 根据媒体报道李孟居在去年八月遭到中国国安机构的逮捕与外界失联一直到现在 在央视播出的专题报道中李孟居穿着红色的球服背心对着镜头表示 我觉得太对不起了过去做了太多措施 对祖国对国家有伤害 我觉得暴力是绝对不对的 在任何的民主国家都是错误的 绝大的错误 必须要把那些暴力绳之以法 而中国方面在影片中指控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 李孟居在去年八月十九日进入深圳坐计程车去酒店 打探中共武警截击位置 试图观察最佳位置 拿手机录了几段视频影片 并把这些影片传给友人 而根据广东深圳市国安局的官员在影片中所说的话 李孟居拍摄了十六段视频四十八张照片 这是秘密资料危害到了中国的国安安全 而李孟居的行为是台湾台独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典型 根据侦察工作掌握 这类的行为李孟居还有很多 包括网上舆论的支持 而中国方面的国安则表示 台湾当局不死心 成立了专门的部门为逃访台湾的香港反送中人提供便利 而所谓台独势力强调民主自由是假 乱港谋独是真 央视报道中说 如果台独势力继续实施此类行为 将违反国安法规定可被判处三年至无期徒刑的处罚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北京方面又向台湾喊话 并且恐吓的新一轮手段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任志强案的最新进展 在任志强被宣判后 有关于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中国媒体一直报道甚少 但是在今天来自中国官方媒体的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 发表了一篇题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 且看国企领导任志强的贪腐面目这样一篇文章 其中罗列了针对任志强案的所谓证据 文章开篇写道提及北京市华院集团员董事长任志强 最为人所知的一面是房地产领域的知名企业家 然而公众却不知道他的真实面目 凭借在华院集团一人独大 任志强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 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 收受贿赂挪用公款滥用职权 致使国有控股企业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涉案总金额超过二点二亿元 其中介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依法公开宣判 而当时任志强表示认罪扶判独上诉 文章列举了任志强伙童儿子大肆敛财 超额薪酬挂账退休后领取等多项罪名 其中说法院查明在二零一二年到二零一三年期间 任志强利用担任华远集团董事长华远置业董事长的职务便利 在办理某信托公司向华远置业提供贷款的过程中 伙童棋余某还有时任华远置业的财务总监焦某某等人 在明知余某为实际提供中介服务的情况下 仍决定向他支付服务费人民币两千三百四十万元 而之后余某还有焦某某等人采取由华远集团与北京一家咨询服务公司 签订虚假合同以支付财务顾问费的名义 将华远集团两千三百四十万元非法占有 其中还说二零一四年因为贷款利率下调 华远置业从昆仑信托续贷十三亿元 而余某得知后利用父亲任志强的职务便利 再次索要中介费 任志强帮儿子挣钱通过下属签订合同 虚假提供相关手段 以钢筋款的名义违法占有了华远置业一千三百万元等 而在挪用公款滥用职权一项中 这篇文章表示在二零零二年九月的时候 在华远地产股份制改革中 华远集团以及下属公司员工 共同投资成立了北京华远浩利投资管理中心 作为员工持股平台西程区国资委要求 浩利不能有其他的经营和投资活动 也不能与华远发生资金的借出或者是借入的行为 但是文章声称任志强明知这些规定 却多次利用职务便利无视法律法规 二零三年八月的时候 伙同他人将华远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一千一百多万元 借给了浩利中心用于投资华远旗下的公寓项目 而浩利中心获利了九千二百余万元 任志强个人获利一千九百二十四万元等 此外文章还声称法院查明 任志强在担任华远集团董事长等职务期间 违反规定滥用职权 致使国有控股企业遭受重大损失 一点一六七亿余元 但是没有说这些损失到底是怎样来的 同时在一套房装修数年向供应商索要装修款一项中 文章声称华远集团作为一家主营房地产开发的企业 与很多设备供应商有合作关系 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赵某某 而法院查明在二零四年到二零一四年间 任志强利用职务便利为赵某某实际控制的公司 再向华远地产以及下属公司项目提供设备便利 为此二零一二年到二零一七年 任志强先后收受赵某某代位支付的房屋的装修款一共一百二十五万元 据说这套房产位于北京太阳宫装修持续了数年 而任志强的妻子表示装修公司采购材料就会通知他 他在联系任志强 任志强在向赵某某索要 文章最后说由于数罪并法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 而任志强当庭表示辅决叛从不上诉 而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政治有关的消息 川普总统在周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自己已经免疫了 而且重返竞选阵地没有任何健康问题 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看来我已经免疫了 我不知道也许很长时间也许很短时间也许一辈子就免疫了 没有人真正知道 但是我现在已经免疫了 而一天前他的医生确认他不再有这种疾病的传播风险 现在川普总统说我们有了一个免疫的总统 有一个不用像他的对手那样躲在地下室里的总统 他补充说这显然是在讽刺民主党人拜登在大流行病期间更为谨慎的竞选方式 目前还不知道感染病毒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赋予他对未来感染的免疫力 早期的研究表明可能有几个月 而较新的研究表明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虽然一般的人从病毒感染中恢复需要保护 不会受到新的感染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八月份警告表示 对于这一种疫情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认抗体能否保护 需要什么样的抗体水平或者保护会持续多久 在接受采访时川普总统暗示他的白宫对手拜登可能已经得病了 他说如果你看一看乔拜登他昨天咳嗽得很可怕 并且一直抓着他的口罩 因为他在咳嗽 川普说我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媒体报道 他也许已经得病了 自从川普总统在十月一日检测成阳性以来 拜登竞选团队每天都会公布他们候选人的冠状病毒检测结果 川普总统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晚上 他的竞选活动一度被蒙上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现在围绕总统自身的健康状况透明度仍然比较低 他的医疗团队多次拒绝透露他最后一次检测成阴性的时间 这加剧了人们对于他在诊断前几天可能没有接受检测的怀疑 本周六川普总统在白宫召集了数百名支持者举行复出活动 并计划在周一开始连续举行竞选集会 以在十一月三日大选之前为自己的选举再做最后加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我是主持人李琪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支持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是今天的第三期节目 我们继续为您关注到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喜欢节目的话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 今天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美国政治的几条消息 佛罗里达州追查企业与中共的关系竟然一无所获 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来自迈阿密新区报的报道 佛罗里达州在六月向在该州注册的十万家企业和实体提供了信件 询问他们是否由中国共产党拥有或者控制 但是几个月后这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捕一无所获 州政府无法举出他通过努力确定的一家由共产党控制或者拥有的公司 根据媒体审查的回馈 这种努力没有找到共产主义者 反而是给许多佛罗里达州人一个恐慌 也就是现在国家正在重启那种标志着冷战最黑暗时期的政治恐惧名单 此举是佛罗里达的首席财务官帕特罗尼斯 将疫情大流行责任规则于中国并且进行追责运动中的第一个 这些信件由他签名 收信人被要求确认是否代表美国利益 一位辩护律师本德表示 当他第一次收到这封信时 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打电话给他的律师朋友验证这确实是来自政府的真实罕见 他说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们想做一些政治性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是否是针对佛罗里达州的个体企业主 还是一种政治策略 不管他们有什么选民来进行连任 他们想对选民表示 我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对中国是强硬的 这一封信被定格成资源调查 但是他也提到如果不回应 可能会导致必要的后续行动 本质上来说是说如果你不回应 那么就要小心了 专家表示这封信其实并不是调查 如果是真正的调查 他应该包括一个是或者不是的问卷 一个勾选的框 一个简单的表格 让官僚们可以轻松的追踪答复 但是这封信要求用电子邮件回复调查 而专家表示这种方法会使得追踪回复变得更加困难 现在这让人喊到害怕 因为佛罗里达州已经把名字记录在岸 有人回想起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红色恐慌 当时被指控共产党人被美国政府追踪 并列入黑名单 有人表示 当我看到新闻报道时 看到参议员乔麦卡锡所做的事情时 他希望人们宣誓 要在书面上写明他们与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 而在共和党的圈子里 从川普总统本人开始 越来越多的人把病毒大流行规则于中国政府 病毒无疑是从中国开始的 但是此后也几乎蔓延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方 一直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 病毒是由中国故意制造并且出口传染的 然而共和党人一直在推动让中国为其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 和人类生命损失负责 美国现在已经有二十多万人死于流行病是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而其中有超过一点四万人的死亡发生在佛罗里达州 民主党人认为 指责中国只是在掩盖美国应对疫情的失败 但是佛罗里达州的首席财务官帕特罗尼在六月份接受采访时说 如果你是中国共产党拥有或者是部分拥有的 我们想知道你被这个敌对国家所拥有的比例是多少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他的罗尼提出的理由是 通过找出中国政府拥有的与佛罗里达州签订合同的公司 州政府可以切断未来对这些公司的付款 以此来追回损失 他说如果你去反思一下 我们在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年的建筑热潮 你就知道在佛罗里达州我们有大量的中国人涌入 导致了各种医疗问题 他说这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这些制造商是由中国共产党全资拥有的 在那个特殊的案例中 佛罗里达州的居民与涉事的中国国有公司的和解中追回了数百万美元 帕特罗尼领导的佛罗里达州税务局告诉媒体 他将继续审查收到的调查回复 但是在这些调查中没有任何人承认自己与共产党有关系 就在上周帕特罗尼发布命令指示州政府在与企业签订合同时要考虑到调查的答复 他还下令财政收入部要提供一份法律备忘录 概述向中国提出索赔的法律选项 以弥补佛罗里达州的收入和费用损失 佛罗里达州的总检察长与其他州的共和党总检察长同事一起领导了一项努力 敦促国会放宽法律 允许州就中国被指控在传播病毒方面的作用 起诉中国并且要求赔偿 他还要求一起呼吁旧国会在整个病毒中传播作用来举行听证会 但是也有人表示当他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还是感到非常震惊的 作为骄傲的美国人我非常高兴地说 是的我不和中国做生意 我不是一个中国组织 我让大家知道我很自豪 我是美国人 但是这样的信让人觉得真的是有一点无厘头 而迈阿密一家博物馆的馆长在信中回复表示 这对雇主来说是一种时间和资源的浪费 这些信件让收信人感到困惑 有几家企业回复说他们既不属于美国利益集团 也不受其控制 但是随后在电话中告诉媒体 这些回复是错误的 这些企业没有说自己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 一些受访者似乎以为佛罗里达州是在问他们是否属于一家 因为美国利益的公司误解了州政府想了解事情的性质 而基韦斯特市收到了一封信问他是否由中国共产党拥有或者控制 工作人员感到困惑 他发来回复指出基韦斯特市是美国市政府的实体 而类似的信件和回复也发给了佛罗里达州的县以及地方政府部门 两位受访者把他们的回复直接寄给了参议员麦卡锡 他说我看着信认为这是某种骗局 这几乎不可能是善意的某种行动 是让中国为他们对佛罗里达州造成的损害支付费用吗 还只是垃圾邮件吗 这根本不是一个调查 似乎只是某种声明 他这样表示 而分析指出从佛罗里达州调查中共实体失败的案例中 似乎看出真的要肃清这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利益瓜葛的实体 还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美国政治有关的几条消息 首先就是有关于川普总统竞选的更多消息 川普总统现在已经要求他的竞选团队从现在开始到十一月三日 每天都要让他上路进行竞选活动 两位熟悉讨论的消息人士告诉Axios 他的团队正在安排活动以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似乎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好主意 有顾问表示这简直是在自杀 现在从民调看来川普总统需要大幅的反弹 而他打赌如果行动起来比坐在西域有更好的机会 竞选活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担心 老年人这样一个关键的投票群体 可能会背离川普总统而去 原因是他对于流行兵处理不利 有一位川普总统的顾问告诉媒体 当川普总统说不要担心病毒 不要让他控制你的生活的时候 这真的是让他背离了老年人的愿望 他说有很多祖父母已经快有一年多见不到他们的孙子和孙女了 但是川普总统竞选活动的通讯主管木陶则告诉媒体 总统现在对病毒有了亲身经历 他理解人们正在经历什么 按照公开的日程 川普总统明天将在佛罗里达州的桑福德举行机场集会 而随后将在周二赴宾夕法尼亚州 在周三再到爱荷华州的重要战场 而说到竞选活动以及有据相关的竞选广告 根据来自CNN的独家报道 安东尼福奇博士不同意在川普竞选活动中的新广告出现 在川普总统所公布的一段广告中 福奇博士吹捧总统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处理 相反这一位传染病专家告诉CNN 他的话被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断章取义了 他说在我近五十年的公共服务生涯中 我从来没有公开支持过任何的政治候选人 在未经我允许的情况下 在共和党竞选广告中归因于我的评论是端章取义的 我几个月前关于联邦公共卫生官员努力的广泛声明 这并不是对于总统努力的赞许 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在上周在总统接受治疗后 从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出院后发布了新的广告 这是在密歇根州所公布的广告 一共有三十秒 其中宣传了川普总统个人感染病毒的经历 并引用了福奇博士的一句话 是让人觉得他是在赞扬川普总统的应对措施 川普总统正在从病毒中恢复过来 美国也是如此 广告的旁白这样说 现在我们一起来迎接挑战 保护我们的老年人 在创纪录的时间内为他们提供救命的药物 补息代价 而随后广告闪现了对于福奇博士的采访 他在采访中说 我无法想象有人能够做得更多 虽然广告没有提供日期 但是福奇的这句话似乎是来自三月份 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 在那次采访中福奇博士称赞了白宫 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 为应对疫情所做的全天候努力 他说包括多次白宫会议和深夜电话 我们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威胁 协调的反应一直是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已经全员出动 我作为一个团队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唯一的人 福奇博士说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这是什么 我们全新的投入到这件事情上 我们几乎每天都和工作组一起在白宫坐下来 这是每一天的事情 所以我无法想象在任何情况下 有人可以做得更多 而现在针对福奇医生的批评 川普总统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在新的广告中使用福奇 似乎是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 对福奇医生在疫情方面是选民信任的声音的一种认可 川普总统曾经在私下和公开比较过与福奇博士的认可度 在七月的时候 川普总统公开质疑 为什么福奇医生的支持率这么高 而他的支持率却没有这么高 川普总统当时说这很有意思 他的支持率很高 我喜欢这样 这很好 但是请记住他在为这个政府工作 他在和我们合作 我们本可以找其他人 不一定非得是福奇博士 是他选择和我们合作 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已经做了他和其他人 比如伯克斯博士所建议的事情 而川普总统继续说到 他的支持率那么高 为什么我以及对政府的支持率不高呢 我们也应该有很高的支持率 而在ABC新闻周日节目中 主持卡尔表示 他要求福奇接受采访 虽然他表示愿意接受ABC的采访 但是白宫阻止了他的出场 卡尔说他还要求了专案工作组的其他医学专家 但是白宫没有允许任何人来接受采访 而说到美国政治再要给您关注到的是跟外交有关的消息 川普总统希望普京在大选前与他完成核协议的交易 而这个时间表即使对高级共和党人还有白宫的一些人来说 也是另外一个类型的十月惊奇 川普总统和普京在过去六个月里通过一连串的电话讨论 讨论了有关于军队控制的问题 他们还派遣了特使在维也纳进行谈判 但是直到几天前谈判似乎是陷入了僵局 在十月二日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还有他的俄罗斯同行帕特卢舍夫在日内瓦举行了会谈 这些会议似乎是创造了足够多的动能 以至于川普总统的军控特使 比林斯莱亚还有他的俄罗斯同行李亚布科夫 在最后一刻制定了前往赫尔辛基的计划 而比林斯莱亚甚至是缩短了亚洲之行 周五熟悉讨论的人士表示川普政府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一项原则性的协议 并且得到了普京还有帕特卢舍夫的祝福 一旦谈判被认真恢复就可以在一周之内敲定 但是李亚布科夫在周六反驳表示 在方法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包括协议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他说谈论即将达成协议很难说是现实的 而在幕后谈判一直在国会山和白宫的紧密圈子里召集进行 政府官员告诉Axios 他只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最高级别进行处理 但是补充表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国会山的国家安全工作组的一些成员 也已经收到了简报 而选举日并不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唯一期限 新的财务条约是限制美俄和武库的最后一项主要的双边条约 他将于二月五日到期 普京希望将其延长五年 而拜登也是如此 川普政府表示只会延长奥巴马时代的条约 并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双方同意冻结其核弹头库存量 美国希望俄罗斯同意未来朝向军控条约的谈判 将中国也拉到谈判桌上 而熟悉消息的人士表示 俄罗斯拒绝任何明确向中国施压的计划 因此美国试图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语言 美国的首席谈判代表表示 这样的协议明天就可以完成 因为轮廓已经在那里了 他说川普总统已经明确传达了他希望完成交易 我认为普京也非常希望与总统签署协议 他说俄罗斯不屑一顾的公开表态可能只是谈判策略 他说在知道川普达成协议的时间表 远比普京更加紧急的情况下 试图以此来压制美国 而比林斯勒还表示如果俄罗斯现在拒绝达成协议 而川普总统重新当选 那么美国的要价也许就会上涨 新的财务条约也会年龄风险 俄罗斯的公开立场是他们愿意等待并观察选举日的情况 但是真实的情况到底是如何 现在还不清楚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我是主持人李奇勒子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您看到的是本日节目第四季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主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观点文章 现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有二十几天了 而川普总统的赌注是他可以通过个人魅力和交易能力的组合来驯服中国的崛起 但是在他担任总统的第四年中 他的赌注似乎有所动摇 几十年来双边关系陷入了最敌对的时机 尖锐的冲突可能会持续到下一代人 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零一七年 在马拉哥庄园就川普所说的最美的一块巧克力蛋糕 庆祝他们的首次会面 自三月以来他们已经一直没有说话了 在一月川普总统宣布对中国战略胜利的时候 当时他在白宫庆祝贸易协定时接待了来自共产党的高级官员 但此后总统转而攻击北京 将其视为比二零一六年时更大的危险 当时他说在成为经济强国的征途上 中国被人允许强奸我们的国家 九月份川普总统在白宫外交接待时向联合国大会发表录音讲话时宣称 在二战后的七十五年各国同胞再次发动了一场伟大的全球斗争 这次是为了对抗看不见的敌人中国病毒 我们必须追究那个将这种瘟疫释放到世界上的国家的责任 中国 他说 但是川普总统的再次强硬的表态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默认的答案 他之前让中国屈服于自己的誓言似乎已经无效 即使他试图说服选民民主党人拜登没有足够的实力 与习近平相对抗 在川普总统的任期内 中国仍然肆无忌惮 打击香港的民主权力 扩大在中国国内对一百多万穆斯林维吾尔族人的监控和监禁 驱逐外国记者 并在川普政府关闭休斯顿的中国领事馆后 也关闭了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 与此同时在川普总统的标志性议题上 北京在经过十八个月激烈的贸易战后 终于同意多购买两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但是这样的承诺在现在的疫情中也变得摇摇欲坠 几乎没有对其国家支持的经济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 而这使得美国公司处于不利地位 川普总统让美中关系从带有怀疑性质的合作关系 转变为不信任和对立的关系 世界两个大国在一系列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已经产生分歧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震荡 白宫驻守将这种情况比作里根总统在苏联崩溃前对苏联的做法 但是川普总统的批评者则警告说 他创造了一种危险的紧张关系 这种关系不是源于一个总体战略 而是源于一种混乱的风格 这种风格定义了他总统任期的许多方面 他们一致认为大选后美中关系的未来有望成为川普第二个任期 或者是拜登第一个任期的决定性外交政策问题 中国问题专家裴明星表示 中国问题是最富有影响力的问题之一 如果川普总统获得第二个任期 可能会将两国锁定在长期竞争的道路上 可能会升级成二十年到三十年的冷战 双方都会付出很多代价 现在川普政府已经采取措施 让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脱钩 在习近平的联合国讲话中 习近平公开对川普总统发布了责难 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友好的全球伙伴 而在谈到美国时 他说面对经济全球化 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 或者试图用唐吉赫德的长矛与之抗衡 这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高级外交政策助手的亚洲协会专家拉塞尔表示 我们把中国当作敌人 我们把他定为敌人 结果我们就得到了我们所称为的东西 他补充表示习近平在国内也面临着自己的压力 但是我们丝毫看不到证据 证明他在收敛自己的野心或者是全球战略 而川普的助手们极力反对有关于总统战略落空的说法 他们认为美国的施压运动正在孤立北京 不论是对于中共官员的经济制裁 还是禁止中资电信巨头华为 还有社交媒体公司TikTok的举措 现在美国两党的立法者已经转向更加强硬的政策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新调查显示 十四个先进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 现在对中国以及对习近平领导层持不利的看法 有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 中国开始进行绝望的机会主义 他说他们是一个恶意的咄咄逼人的恶毒的行为者 现在他们正试图通过胁迫手段巩固他们的成果 而我们要不断施压 直到世界其他国家加入我们的行列 但是在这一场大流行病期间 两个国家的地位都受到了影响 皮尤调查的各国中有百分之六十一的人认为中国在处理病毒方面做得很差 而对美国的不支持率是百分之八十四 据政府官员表示 助手们说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在疫情爆发初期谈过两次 期间习近平提出完全保证疫情可以受到控制 而川普总统在一月和二月病毒刚刚传入美国时 在公开评论中引用了这句话 在有关于冠状病毒的指责游戏中 川普总统已经在白宫推行更加广泛的活动 在其他问题上也要惩罚中国 直到三月中旬 美国主要城市爆发了疫情 川普总统对疫情的反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川普总统公开转变语气 谴责中国领导人 现在北京正在等待十一月总统大选的结果 而川普总统的助手说 对这一点我们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但是在二零一七年四月 当习近平抵达马拉哥庄园时 这是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私人度假圣地 他们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 川普总统曾经将抨击中国作为其二零一六年竞选活动的支柱 抨击双边贸易逆差是北京窃取制造业就业的证据 并指责中国低估其货币价值 尽管专家说北京其实已经停止这样的做法了 而在美国总统政府内部 助手们向对习近平赠送一个高度个人化的峰会也存在分歧 在峰会上川普总统的孙女阿拉贝拉 也就是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和伊万卡川普的女儿 用普通话给习近平唱歌 二零一三年在习近平就任中国领导人后不久 奥巴马也尝试过类似的举动 在南加州的桑尼兰兹庄园接待了习近平 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努力最终没有建立开放和信任的成果 而川普总统的峰会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的友谊 迫使习近平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假设之上 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主任的哈斯这样表示 他说我在习近平身边待了不少时间 他是我见过最无情最冷血的国家利益的斤斤计较者 而国务院助理则强调与习近平打交道 与两个月前到访马拉哥的打高尔夫球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等不同 首先习近平不打高尔夫 他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禁止中共官员打高尔夫 总统引以为傲的交易技巧会带着这一天的到来 在马拉哥的议程上 总统希望为贸易方案制定时间表 以及在美国解除朝鲜核武库的新努力中 争取习近平的帮助 然而如果赌注很大 川普团队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川普提名为美国贸易代表的中国鹰派人士莱特希泽 当时尚未得到参议员的确认 这让商务部长罗斯负责贸易谈判 与经验更丰富的中国谈判团队相对抗 比德森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鲍恩表示 罗斯没有贸易封面的经验 不知道美中之间重大政策问题的细节 而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当时找不到核心问题是什么 总统认为是贸易逆差 但后来他们在美国公司的技术被强行夺走的问题上 似乎是得到了更深一步的理解 而这花了一段时间 尽管存在复杂的结构性问题 但是双方还是制定了一百天的窗口计划 以谈判达成减少贸易逆差的协议 川普政府的官员表示 川普鼓励他的助手详细说明中国对我们犯下的一系列罪行 特别是在经济和安全方面 并且要坦诚地去做 对于中国来讲 我们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他们心知肚明 而在马拉克川普总统在首次峰会上欢迎中国的习近平 当他向中国代表团展示巧克力蛋糕时 川普总统却有另外一个惊喜 五角大楼向叙利亚军事基地发射了五十九枚战斧巡航导弹 以应对阿萨德在国内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 当时国务卿蒂勒森和时任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急忙向记者介绍情况 他们面临的质疑是这个时机是否是为了向习近平发出暗示性的警告 也就是川普愿意在必要时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当时还在国务院的拉萨尔表示 中国领导人不喜欢被东道主吓到 他说更重要的是 川普总统冒着在一位专制领导人面前显得鲁莽的风险 而他当时还指望着这一位领导人的信任可以帮助为朝鲜解围 拉萨尔表示他把习近平的注意力从管理金正恩转移到管理川普身上 后来一百天的窗口击满却没有达成协议 到了二零一七年秋天 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重点已经转向朝鲜 十一月他飞往东亚开始五国访问 包括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 在危机十二天的前半段行程中 总统重点介绍了他的政府对平壤的最大压力运动 收紧了美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经济制裁 对朝鲜政权的钳制 而习近平则为他的这一位美国客人 布置了全套礼仪盛典的外衣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军事活动 在紫禁城内举行京剧的私人演出 川普总统后来对这种场面赞叹不已 但是这是另外一个时刻 揭示了总统对于中国的矛盾程度 在与美国商界领袖共同出席的活动中 川普站在习近平身边 将贸易不平衡的责任推给了过去的美国政府 并对习近平展示放任态度 他说谁能责怪一个国家能够利用另外一个国家的优势 为其公民谋取利益 这一点我不怪中国 他私下里说出很多次了 曾经担任麦克马斯特高级顾问的前国安工作人员卡茨 这样表示现在他大声说出来不怪中国 这只是时间问题 卡茨表示川普总统经常在他的中国团队两级之间摇摆不定 有的时候会站在前经济顾问加里科恩 还有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等温和派的一边 有的时候又会站在贸易顾问纳瓦罗等强硬派的一边 他在竞权时的前提是 这都是中国的错 卡茨表示 但是他也一直非常严厉地指责前几任总统达成了糟糕的交易 并表示他很尊重中国人为自己争取到了好的交易 这位政府官员表示 到第一年结束时川普总统不耐烦了 鹰派的助手让他相信中国有意引诱美国 进入与其他每届政府都合作过的那种冗长而正式的对话的循环 以拖延和耗尽时间 川普政府授权其政府根据三零一条款进行调查 对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算账 二零一八年三月 他签署了一项措施授权对六百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这也是很快将成为一场全面贸易战的开场白和序幕 主张经济脱钩的中国分析者表示 他从未想过川普与习近平的个人魅力攻势会带来红利 这一位名叫做张家敦的分析人士表示 川普所做的这是很重要的部分 当他看到中国不会与他对等的时候 他开始捍卫美国 他转过胜来 当时制裁揭露了北京 但是那个时候川普已经没有那么多理由担心了 两周前他同意与朝鲜的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峰会 这就降低了中国在和谈判中的作用 分析人士表示 尽管中国收紧了与朝鲜边境的贸易往来 但是川普与金正恩的求爱却来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也就是拉近了习近平与这位年轻独裁者的距离 在川普追求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与金正恩举行三次会晤的同时 习近平也举行了五次自己的会晤 布鲁金斯学会的哈斯表示 这不是中朝关系一直以来的轨迹 对于中国奉行这样的做法是有代价和后果的 我们必须设定优先事项 并制定实现这些优先事项的行动序列 而川普总统显得有一些混乱的外交政策 不仅仅是对中国 包括日本韩国还有几个欧洲国家在内的盟友 都在为川普利用关税重启贸易谈判 和威胁解除长期以来的防务协议而感到不安 在上任的第一周 川普总统兑现了重要的竞选承诺 将美国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中退了出来 这是奥巴马政府谈判而成的十二国贸易协定 作为抵御中国经济影响力上升的重要屏障 在头十八个月里 川普总统还宣布让美国退出中国支持的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 在二零一八年在联合国的演讲中 川普总统对于全球主义进行了抨击 他说负责任的国家必须抵御对主权的威胁 不仅是来自全球治理的威胁 还有来自其他新形式的胁迫和统治威胁 尽管美国的盟友曾在中国咄咄逼人的经济行为下感到懊恼 但是川普总统并没有正召他们来参加贸易战 在华盛顿和北京颁布了总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轮番关税时 他仍然是孤军奋战的 在中国战略方面 你必须对川普总统还有川普政府进行区分 陪敏欣这样表示 总统对中国有态度有眼前的政治利益有很多策略 但是他没有战略 这导致有一些不清楚不一致的地方 而这一点将在二零一九年变得十分明确 尽管当年五月初美国谈判代表认为他们已经处在达成协议的边上 但是川普总统指责北京违背承诺谈判随机破裂 当年夏天川普总统宣布了新一轮对中国商品征收三千亿美元关税的计划 促使北京减少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 而在幕后川普总统基于重启谈判 他的连任竞选活动正在提速 而作为重要选民的农民在英经济上遭到了挤压 这与他一再宣称的关税收入将补偿他们的销售损失似乎自相矛盾 分析人士表示事实上是美国的消费者以更高的成本形式来支付这些费用 川普政府在二零一八年和二零一九年推动了对于农民的紧急立法援助计划 总金额达到了二百八十亿美元 据报道二零一九年六月在日本大阪举行全球峰会之前 川普总统试图说服习近平恢复贸易谈判 承诺不会公开提出香港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的问题 而根据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今年六月出版的一本书 在大阪举行的双边会晤中 中国领导人向川普抱怨说 美国的批评声太大了 在博尔顿的描述中 川普以为习近平说的是民主党人 并向他保证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的贸易协议 将帮助他获得连任 而博尔顿说在同一次会议上 川普似乎对中国共产党将维吾尔族人关押在中国西部的秘密居留营表示默许 而川普谴责这本书是谎言的汇编 但是在六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川普总统承认去年暂缓实施制裁 是希望保持贸易谈判的进行 川普的总统助手为川普总统辩护 强调他在六月签署了国会立法 就维吾尔族人的问题向中国施压 并在几周后授权对几名中国官员进行制裁 他的风格是周恩来曾经所说的边打边谈 这位高级政府官员引用周恩来的话说 现在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往独裁政权最高层的通道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采取真正强硬的行动 然而在川普的批评者看来 总统将人权从道德义务转变为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随着华盛顿和北京向各国施压 要求他们选边站 有一位民主党的国会助手说 问题不在于这些国家认为中国是好是坏 人们知道中国的本质是什么 问题在于是否真的有替代方案 如果在两个野心勃勃的大国之间做出选择 而这两个大国都不关心国际法或者规范 那么这个选择莫非也太艰难了 去年十二月在众议院民主党人因为川普向乌克兰领导人施压 要求对拜登展开调查而追求弹劾的情况下 总统宣布了一项突破与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根据条款北京同意在两年内额外购买两千亿美元的中国产品 而美国则暂不按计划加征关税 并且放宽部分的征收关税 不过美国企业更加关注到的更具挑战性的结构性问题 据说要在第二阶段谈判解决 而一月在包括刘鹤副总理在内的中国代表团的错拥下 川普在一个挤满了内阁官员立法者和商界领袖的仪式上盛赞了这样的协议 分析人士将这样的表演比作奥斯卡获奖感言 在长达四十八分钟的独白中 川普总统称赞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 以及打击芬太尼非法流动的努力 他还兴致勃勃地建议习近平打一轮高尔夫球来庆祝 随后刘鹤朗诵了一封中国领导人写来的更加公事公办 但是仍然很热情的信 习近平承诺我会亲自与你保持联系 但是在十周后两人却完全停止了交谈 这是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一个附属代价 川普总统一度不愿意在人权问题上打击中国 但是在日益紧张的局势下 川普总统终于采取行动 将这样的问题作为重要的筹码 川普总统一直把美国疫情的问题称为是中国的责任 但是疫情已经造成超过二十一点四万美国人死亡 总统指责北京故意让病毒传播到其他国家 而政府官员甚至曾经提出一种可能性 就是病毒起源于中国的实验室 而不是武汉的失货市场 这样的摩擦促使川普总统对一场更加协调的施压中国的活动开了绿灯 在七月总统利用玫瑰园的仪式宣布对于中国官员在香港的镇压行为进行制裁 而政府派遣高级官员到台湾来声援台湾 并且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的外交领事馆 削减了中国学生的签证 并推出了强制出售TikTok美国业务以及各种禁令 而川普总统还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初期对于中国的偏袒 而削减了美国对世卫组织的资助 哈德逊研究所的亚洲安全专家莫里森表示 我不明白怎么会有人说我们的处境不是更好 我们实际上是在反击 我们正在捍卫自己 我们开始严厉打击所有我们受到攻击的载体 但是批评者也表示总统在代价高昂的贸易战中浪费了太多年的时间 美联储和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去年发表两份报告 分别得出结论表示 争端并没有恢复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岗位 而关税给每个家庭增加了八百多美元的消费成本 现在中国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下的购买承诺上已经滞后 在川普总统上任前两年 美国的贸易逆差有所增长 然后在去年降至了三千四百五十亿美元 于二零一六年持平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项目的主任苏三雪克表示 这到底实现了什么 我真的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他曾经在克林顿政府就职 我们是不是以更加积极的行为塑造了中国的行为方式呢 在我看来似乎没有 而川普政府的官员则将这种批评 比作里根对苏联采取更加强硬路线的怀疑 在他卸任三年后 苏联的共产党领导层就解体了 我认为中国的一些更赤裸裸的侵略性的言论和行动 是我们对他们行为付出代价 并坦率与他们交代的后果 这位高级成员这样表示 坦诚是里根知道的 本身就是对付马列主义独裁政权的有力工具 而川普总统一直非常坦诚与中国摊牌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 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我是主持人Lizy 李奇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华尔街电视明天同一时间与您继续见面